你妹妹让人给骗了 跟人结婚了 跟一个叫姓骨的小子 招呼都没打一声 把结婚证领了 这不让人骗了吧 妈 这不叫骗婚 叫闪婚 闪什么也闪 他了解人家吗 不了解人家就结婚了 骗了 妈 你这干吗去 把他抓回来 离婚 要不然人把他卖的 他还跟着数钱呢 要不要我跟您一块去 不用 咱俩待着吧 局上早够去 我们走了妈 你慢着点 妈 爸 饭好了 吃饭吧 古风还等着呢 有话跟你们说 等我们干什么呀 我们算什么呀 我们把他养这么大 就这么对待我们呢 我们就当没他这个儿子了 你去告诉他 让他走 我们不想看见他 妈 这婚闪都闪了 何必呢 那好啊 既然你们无所谓 我们也无所谓啊 我告诉你啊 能闪婚 他就能闪离 你让他离了以后 再来见我们 我都要看看 我们说话 到底还起不起作用 太不像话了 爸 爸什么妈 我们什么都不管了 你们爱怎么样怎么样 你妈不是说了吗 都搬出去 你们都搬出去 走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 走 我们眼不见心不烦 我想想真够憾心的 你说我们这算是什么呀 行了秀英 别想了 到老了 还是咱们两个人 你还指望他们呢 我们把他们养这么大 够了 顾芳 怎么样啊 我把你妈态度特坚决 让你回去呢 不见你 你这会儿要进去 非打起来不可 代代 要不然你先回去吧 我干吗要回去啊 你现在是我的老公 我要跟你在一起 我不回去 看你呗 你怎么过来了 妈 过来行吗 不来你就非了 招呼都不打 他们俩谁顾风 阿姨 这还用猜吗 我肯定不是 这个人顾风 你就顾风啊 阿姨好 看你也不像什么好人 骗子吧你 你用什么办法 为他骗在手的你 妈 贝贝 走 跟我回去 那手 我不会走的 今天谁要是敢来我 就死在这儿了 别闹 贝贝 阿姨 您别生气 我跟贝贝的事呢 确实不太多 不过既然我们两个人 已经结婚了 我一定会好好对他 我不会骗他 你没骗他怎么回事 他爹妈他命都不要了 你开个价 多少钱我给你 跟他离婚 你干什么呀 不必 老爷 我不需要什么钱 你觉得你女儿有家吗 古风 给我回家去 我不会回去 古风 妹妹 妹妹 大叔 妹妹 阿姨 是你们来了 你要不要进去坐一坐呀 古丽 你办的好事是吧 你忘了我是谁了吧 你忘了我是谁了吧 老派 我 不是 好像 都没了 你 我 是 我 就是 我 王 我能不生气吗 那什么家庭啊 还有你 娶个病秧似的老婆 还不能生孩子 你明知道他有病 你非得娶他干嘛呀 不给自己增加负担的吗 不给自己增加负担的吗 好好的 你干嘛又扯上我呀 这能一样吗 我们俩是有感情的 我总不能因为他得了病 我就不娶他了吧 你看你们兄妹俩 咱们家条件比谁差呀 一个娶个病秧子 一个嫁给穷小子 让他成天断日断日 要伺候人家 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浩梅 别再说了 不信你就看我说的对不对 贝贝杨能过成半年 你把我头剁了 浩梅 古风就是骗子 别让我看见他 来来来 贝贝 没准备什么菜 今天我们就先小庆喝一下 来吧 不用客气了 妈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您的儿媳妇了 这可不是客气啊 我们这是欢迎你 我们盼这天好久了是不是 就是啊 古风你怎么不到酒啊 当然当然当然 妈 您怎么不说话呀 说什么呀 说什么呀 我们都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没有人通知我们 我们没有心理准备 不知道该说什么 妈 我不是看您说过了吗 他们办证了 办证就意味着您的儿子结婚了 是个大喜的日子 就是啊 爸 您今天得到上 咱们今天得痛快快喝一杯 不喝 心脏不好 接受不了 爸 您有什么好接受不了的 您跟妈妈应该高兴才对啊 您也不出去问问 现如今娶个老婆多难呀 什么车子啊房子 还有一堆的条件 好多条件达不到的就吹了 可是你看看我 白送上门的 相当于就白送你们一个金娃娃 你们不喜欢呀 你们跟钱有仇啊 您妹 说什么呢你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也不贪你家钱 那最好了 证明你爱我 来 爸 妈 来 我先敬你们一杯 来 妈 爸妈 这事呢 确实是我做得不妥 我 对不住你们 我敬你们一杯 好 好 我告诉你 可以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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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既然是大喜的日子 那你们就 好好的庆贺吧 妈 我跟你爸呀 就不坐在这扫兴了 你们好好吃 我们就不赔了 妈 妈 你干嘛呢 我也回屋了 妈 你爸妈怎么了 他们讨厌我 贝贝 贝贝怎么会呢 你别多想啊 就是 来 古风啊 既然你结婚了 是吧 就打起精神 咱们今天晚上好好喝一下 是吧 来吧 好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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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干杯 干杯 来 来 有点 帅子 快来 了 好 来 你 等了 都要好 这儿子呀 把灰尘全抖了起来了 你也不怕枪着他 还有脸说呢你 你还有脸说呢你 你嫁了这么个有钱的老外 居然怀着古风的孩子 你都不知道 还把他生下来 你傻不傻呀你 你要是早告诉我 我一定让你把孩子 早早了就给打掉 挨你丈夫打 我看着活该 你找打 好啊 你让他打 干脆把我打死后 我这么做 为什么呀 不都是为了你吗 刚到国外 才认识他几天 要不是替你还账 我能嫁给他 实话告诉你 他碰我的时候 我都觉得恶心 满岛这里都是古风 我根本就忘不掉他 你干什么呀 你是在骂我 对不对 你把你妈当成什么人 你把我当成拉皮条子了 对不对 我可没这么说 你把你把你打扮вер了 我堆扮到你 在晒扮过 我把我都打扮%,你今儿 就打扮了 我把我打扮了 这儿 我把我打扮了 我把你打扮了 我用了 就更甭提说吃蛋糕了 我还是不希望你过 妈过的苦日子 你懂吗 你这么想我 你还有没有良心 你伤不伤我的心呢 我告诉你,小李 在妈这眼里 只有你和田 谁也搬不倒我 我跟你说 马上把古凤叫来 让他把孩子抱走 趁你还年轻 你再重新开始生活还来得及 你给我记住 快点 快点 老边儿子 快点儿子 来了 快点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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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不心感了吧 这还不心感呢 我还是喜欢 刚才那件大落背道的 还不多呢 我看着都藏眼了 去你的 这不就行呢 我还是去把他换过来吧 别别 别去个 你那一斤多贵呀 就是 走吧 婚车还没来呢 就这个 没有婚车 就做这个 那怎么办呢 婚家酒店情况 能把婚宴办了就不错了 关键不是坐什么车 是你们一定要幸福 对不对啊 就是 你就是做肯定拉筷 她也不一定就长长久久 说不定明天就散了 真是的 要不是车和钱 都被我家人扣了 这婚礼一定能办得超好 所以一定要注意 这两家的关系 面包会有的 一切都会有的 是不是 车里坐着的补方 一会儿就来了 姐妹女们 新娘子上车了 好老婆 好老婆 还是穿上吧 这点喜香 再怎么说 也是儿子结婚哪 来来来 就会祸悉泥 老好人没原则 那怎么办呢 这生命已经煮成熟饭了 来来来 穿上 退一步海阔天空啊 穿上穿上 退退退 推到哪儿去啊 这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嘛 你别吃啊 什么岁数了 不能再吃糖了 那你怎么爱吃啊 就会冲锅 前些日子 任命和古风 要结婚那段 我跑到市场去看 有一种喜糖啊 正在巧克力的 包装那个好看的 价格挺贵的 我还跑到市场 那批发那儿去看呢 我跟人家说啊 到时候咱们批发 给那儿便宜点儿 现在好了 都不用了 省了 就凑合着吧 人家都说这喜糖是甜的 我怎么吃着满嘴的苦味 妈 爸 咱走了 他爸 这儿子帅吧 帅 白痒了 妈 你说什么呢 怎么就白痒了 我说错了吗 怎么不是白痒了 我说错了吗 你别嬉皮笑脸呢 我告诉你啊 我跟你爸决定不管了 不然的话 你老婆进门儿说 我们不会跟他一个桌吃饭 早把他轰出去了 你信不信 所以你该干嘛干嘛去啊 你爱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不管 你走走走走 行啊 别说了 妈 我对不起你 对不起你 行了 行了 别来这套 你少过来这套 对不起管什么用啊 你说我跟你爸 在你眼里算什么 算什么呀 你以为娶个富家女 我们就高兴了 你不想想 动动脑子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干嘛非要嫁给你 门不当户不对的 又不了解 性格什么又不知道 还要闪婚 这样婚姻能长久吗 老婆 您就别说了 我现在已经这样了 婚都结了 您就跟我爸出息一下吧 不可能 他爸他妈不是都不去吗 他们不去 我们干嘛要去啊 我们也没有那么贱 我们还要这口稚气呢 我们也不稀罕有钱人 走 他爸咱别饿着 自己做饭吃去 来 古风啊 这日子啊对你个神盟啊 来 赶上啊 妈 你怎么还不换衣服啊 贝贝刚才又来电话催了 让咱们赶紧过去 我不是跟你说吗 我不去吗 那古风就是个骗子 我告诉你 要不是你爸拦着我 都报警了 我让警察抓他来 妈 你别一口一个骗子一个骗子的 现在年轻人一见钟情 这种感情也是有的 你别管他们是不是闪的 他俩既然已经结婚了 你不会盼着他们 马上就给离了吧 你也用不着在这活悉泥 还用得着我盼他 那恋爱七八年离婚的有的是 你能不能说这闪婚了 这靠谱吗 你妹妹办事 向来都不靠谱 你说古风 哪年哪月哪天生的咱不知道 数什么的 刻不刻也不知道 身体又没有什么毛病啊 你也不知道吧 有没有什么债务 跟谁同居过没有都不知道 不是骗的是什么呀 妈 你放心吧 这些事我全帮你打瘟过了 身体好好的 债务烂七八糟什么事都没有 要不然说你傻你这孩子 你问骗子 骗子跟你说实话还叫骗子呀 每天来个女的抱着孩子来了 说是古风的 你是信是不信 我告诉你 她就冲你妹妹前来的 我不去 古 乖 好好好 这都管你了吗 古 乖 乖 你还坐在干什么呀 你还不赶快去找古风啊 让她马上把孩子抱走 我不去 好 打个电话拿给我 我去打 我给她打 打 打什么打呀 我根本就没脸见她 你让我怎么跟她说 我告诉她 我现在已经结婚了 可生下的却是她的孩子 现在让她把孩子抱走 从今往后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话我说得出口 我根本就说不出口 别忘了 当初是我主动跟她说 要跟她分手的 够伤呢 她一定很难过 现在 她肯定还没有结婚 妈 我要是把孩子给她送过去 不是给她增加负担吗 这事我做不出来 不行 我不能再害她了 小米呀 妈知道你善良 可是你敢搞清楚 到底是谁害谁呀 明明是她害了你不是吗 所以你怎么说 反正我已经想好了 我要离婚 孩子我自己养大 你休想 这么富足的日子你不过 你下阵子什么 你又犯傻是不是 那你将来怎么办 你考虑过吗 行 你不去 你不去 我去 我去 妈 妈 你去干吗呀 别安着了 你去 你别造我妈 你回来 你怎么办 吴风啊 你怎么样了 说了晚天了 也没什么用了 他们肯定是不去了 你看这 要不然你们先走吧 我来劝劝 这时间也不早了 别让客人等久了 来 你要玩脸去吗 好 你怎么才来呀 我的妆都快掉了 是吗 我看看 金贝 你就别抱怨 股峰娶你不容易呢 是吧 开车 老婆 我们先走了啊 注意安全啊 放心吧 你咱别去了 行不行 我们回去吧 你到门口了干嘛才去啊 你一定要把孩子送回去的 妈 雷达不动 你必须要送回去 妈 这谁也劝不动我 你还弄 天下何处芳草啊 神气什么呀 他算个屁呢 你凭什么骂人哪 你睁开眼睛好好看看 这孩子可是你弟弟古风的 我们家小米犯傻生下了他 你别胡说八道啊 行了 妈 我们回去吧 别去了 回哪儿啊 回哪儿啊 古丽 我跟你说不着 你们家有主事的吗 我跟你们家主事的说起 走 你干什么 别爱心 妈 你别去了 怎么我 你别拦着我 不行 我得去 妈 妈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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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这是 妈 你们看 你们看谁来了 走吧 今天都结婚了 走吧 知道吗 那个孩子 是蛊蜂的 是蛊蜂的 蛊蜂的儿子 亲人儿子 胡说八道 怎么可能啊 不会吧 你别说 严敏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说 会是怎么回事啊 你们家的大门 我们是不想迈进来的 可是这次 我们是不请自来 你看看 能是怎么回事 看看 不抱着吧 我请你们 你把话说清楚 狐狸没把话跟你说清楚 好 那我告诉你 我女儿嫁了白亚 生了你儿子的儿子 就是你的生 你的老虎亲生的兄弟 够清楚了吗 抱着吧 来 来 红口白亚 你凭什么说是 独疯的孩子 怎么能证明是独疯的孩子 你女儿已经跟别人结婚了 突然抱着孩子 说是我们的 我们就得认凭什么呀 荒唐不荒唐啊 再荒唐 那也是你的亲生的尊子 你要不信 你去做亲子监定啊 抱着 你必须收下 抱着 来 抱着 抱 把孩子给我 我来抱 你别给我们回庆 妈 我真万一 妈闪失了 谁负责啊 我来抱 我来抱 老谷啊 这抱孩子是女人的事 在你们家 你老婆是说了算的人 这点我最清楚了 来 抱着吧 你就应该收下 来 抱抱抱 你想干什么 我让你抱着 你凭什么理直气壮啊 我儿子有什么对不住你的 是你把他们拆散了 是你对不起他们 就算是你女儿生下的 是我们古风的孩子又怎么样 我们又没有让她生 又没有逼着她生 是你们自己愿意生的 现在找我们来 完了 抱走 好啊 你不抱收师父 你不收 行 你等着 你不抱她可以 我会让你儿子抱她 我会让她当众出巢 你就等个瞧吧 老爺 老爺 你这是干什么呀 冷静一点 冷静一点 冷静一点啊 你老了什么态度 你儿子什么东西 你看看把我女儿毁的 你看 快看 快看他的脸 这都是被他丈夫打的 你们还这么对待我呢 好歹我女儿为你们家生了个孩子 你们就这么对待我吧 你们太没有人性 太欺负人了吧你们 还结婚 让你们接 我让你们结婚 让你们接 让你们接 我让你们接 我让你们接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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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打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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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你了 走啦 我回家吧好不好 别练练吧 我们走 我回家了 我回家了 你给我起来 这是干什么 你给我了你 总共是孩子的父亲 他就有这个义务 小米 你起来吧 跟你妈回家去 孩子我们收下 你放心 我们会好好养他的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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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 你们给我记住了 从今往后 咱们老死不想往来 再不相见到我们 永远不相见到你们 走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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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怎么收呢 闭嘴 从第一眼 我就认定是古风的儿子 咱们古家的古雪 没有不收的道理 走 走 谢谢 拜拜 拜拜 慢走啊 再见 谢谢 走了 慢走啊 再见 谢谢 拜拜 雨虎 今儿这儿见 雨虎 我这腰都快累舌了 不过这婚宴可一般呢 拔死苹果那丝 我都没拔起来 这场面不用吃个热闹吗 你还真吃什么味道 我现在肚子还饿着呢 古风 你们家人也太不像话了吧 就因为捡了一个弃婴 连婚礼都不来参加 也太难我不重视了吧 咱们俩是彼此彼此 你们家人不也没来吗 这能一样吗 我们是娘家人 你们是婆家人 娘家人可以不来 婆家人一定要来 害得我在我朋友面前 一点面子都没了 感觉你们家都不欢迎我似的 金飞 这话怎么说的 我这当姐夫的不是来了吗 再说了 你怎么能跟那个小七星计计 他那么小又那么可怜 家里总得留着人照顾他是不是 瞧我的面子 算了 算了啊 你看 你看 这一家人就会向这一家人说话 好了好了 走了走 干嘛去 去我家 拜见我爸我妈 不应该 姑方 去 去啊 这是真应该 是不是 走走走 走吧 走吧 你说他长得 多像古童小说 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 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是吧 知道我们是谁吗 别难过了 多好的事啊 愣不丁的 天上跳下来一个大孙子 多美的事啊你说 美完了呢 下边怎么办呢 不 怎么办 这是我们的孙子 养着 把他养大 还能怎么办啊 能养吗 能养吗 古风这刚刚结婚 别说韩金贝勒 就是古风也接受不了啊 突然间多出一个孩子 你让他 再说我们怎么跟人家交代呀 没法交代 怎么交代呀 既然我们有一个这么不争气的儿子 做这么不争气的事儿 怎么交代呀 那我们就得兜着 我们得替他兜着 造孽呀 真是造孽呀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妈 妈 你轻点你把孩子吓着你 你们不用再乱丑了 我已经把事情给解决了 解决了 我跟你说 他们刚才打电话 问你们到底去不去参加婚业 我就告诉他们 我们在门口捡了一个小棋 古风知道了 军飞知道了 老四也知道了 他们全都知道了 你说捡了一个小棋 说 fracture 你 regulators 别账定 谁呢 你看谁子 给你 你真的财是 啦 逼你 你給他 说 一把 别生气 ��客 我想来想去 这个办法是最好的 妈 你也不想想 金贝他妈多难对付 你也不希望 你二子将来 为他指着鼻子骂 是个大骗子吗 以后我弟弟还做不做的 你们放心吧 这办法绝对是最好的 那你得跟我们商量啊 你 就 없고 你去死了 在这个里面 我打算我买人 我打算我去死了 我让你把我打算在这儿 我打算我打算他 我打算我打算我 他打算我了 我打算我打算我 这小爸 这小爸 爸 妈 这叫鼻子 我来带她拜点准 来 坐下 岳父 岳母 老秦 赶紧换个台吧 我越看这台越别扭 你看这说的是什么呀 这么一闪 这就结婚了 真是的 互相了解了 你看 你看 你看那男的 冲着钱来的 又骗财 又骗人 这样的都应该抓起来 盼他几年才对 快点 快点 赶紧换个台 换个高兴的看 你们 我先走了 走什么走呀 妈 你能不这么话里有话吗 说这话什么意思呀 你妈的态度很明确 不想见到你们 你爸我也是这个态度 你们愿意怎么过就怎么过吧 岳父 岳母 我今天来呢是来看望你们 我跟金贝的事情呢 确实是有点疼度 我给你们赔一个不是 要是没别的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不放 不放 爸 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说我们呀 你不是为了钱吗 当初一个小木匠 娶我妈这个小寡妇 不就是为了我们家的家具厂吗 别以为把我跟我哥养大了 就有什么了不起的 管理也太宽了吧 韩金贝 你跟谁说话呢 你 你为了这么一个男的 你骂我们小木区小寡妇的 太不像话的你 不哭了 儿子不哭了 不哭了 不哭了 爸爸这是谁呀 是爷爷 来来来 让爷爷抱抱 让爷爷抱抱 那就别抱了 看看就行了 你别说 这小家伙啊 长得跟古风小时候 还真像 来来来 肯定饿坏 来来来 快点 我为她买 妈 还是我来吧 来来来 把我们喝一点啊 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她妈 取个名儿 就叫小查理吧 怎么样啊 怎么样呢 我这心里像猫抓似的 七上八下的 这事也不能这么一直 瞒着古风吧 不然怎么办呢 她刚结婚 你又不能害了她吧 她要知道有这个孩子呀 那以后还怎么办呢 这心里能不难受吗 再说了 这事要是传出去 我们家里面 还往哪儿放呢 古风的名声也不好听啊 这不是开玩笑 听我的 就这么定了 她呀 就是个赤婴 我把她收养了 以后在我们古家 健康长大 不就得了吗 你说得好听 言品还在呢 能不兜底啊 她还有脸说呀 我不骂死她 她也不看她 到底都做了些什么 骂人管用啊 妈大姐能解决问题吗 你想的怎么那么简单呢 可已经这么办了 还犹豫什么呀 就这么定了 你当男人的男人 那么大气息呀 我的气息呢 你没听你妈 刚刚说什么呀 她把自己钓的猫干嘛呀 她现在把我都已经看扁了 她现在恨不得 猫给踩在脚底下 然后狠狠坐几脚 然后她就解恨了是吧 哪个丈母娘不是这样呀 好不容易养大一女儿 这样要被人抢了 换我我也不乐意呀 再说了 她有气不臭 你怕臭谁发呀 你也不出去打听打听 谁叫女儿这么好娶呀 也就我了 你呀 你是自己上来还不知足 我看你呀 根本就是要丈母娘恐惧症 我恐惧谁呀 我就恐惧你 你还来劲呢你 我告诉你 是我们俩过一辈子 不是跟我妈 只要我们两个幸福就可以了 再说 为了你 我什么都可以舍弃 真的 抱抱我 我只要有你 就足够了 我只要有你 就足够了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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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